HELLO GUYS, THIS IS TVWG 我們頻道呢 從去年開始經營到現在 大概末約快要有一年的時間了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呢 我身邊絕大多數的朋友就是說 為什麼你會想要來經營這個YouTube頻道 透過今天的影片呢 我想告訴大家 我是如何從你經營到現在這個過程 當作是一個經驗分享給大家了解一下 大概是從2020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大概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那我本身在那個時期呢 有參加健身房訓練 那每一次在健身的時候呢 大概在臥推完啊 的那些大重量訓練之後 我就會覺得很累 通常這裡呢 我就會做一個休息的這個環節 要嘛就是走去喝水 或是看看那個手機 讓我們那個注意力稍微分散休息一下 那有一天呢 我就是在休息的時候 我就看到一個YouTube的那個標題 就是說 人人都可以當YouTube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應該不可能這麼簡單的 你知道嗎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可以當YouTube的話 那不就人人都很有錢賺了嗎 所以在那一開始呢 我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我就繼續見我的身 那久而久之呢 大概到了2021年 不是有一個時期是連健身房 還有外出用餐都不可以的那個時期嘛 然後就是在那個時期 我就在家看著繼續看著這些YouTube影片 可能因為在休息的時間曾經有看過 所以YouTube他把我倒下 就是說我可能 對做YouTuber這件事是會有產生興趣的觀眾 所以我會有其他的頻道這樣去投放 讓我繼續看到 哪怕我也從來沒看過這些 如何當YouTuber的頻道你知道嗎 起初我就覺得就是說 這應該不是一個很容易就可以達成的事 然後我就看著看著 那可是那個時期 那個大概就是封城的那一段時間 也是很久啊 每天下班你也不能去哪裡玩 就這樣慢慢看慢慢看 慢慢吸收知識 但是我也沒有去實踐 因為我覺得那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有距離感的事 當作是一個經驗吸收就好了 然後當封城開始結束 慢慢又回到正常社會運作這個節奏之後 我一樣還是繼續去健身房運動 而我健身房的簽約結束時間 是在2022年的6月 那一結束 那我就沒有所謂的休閒娛樂了嘛 那剛好時間多出來這個部分 我就想說 這幾年我也看過這些 如何當Youtube的影片 我想說他就是一個笑話 可是人生長次個一次挑戰看看 好像也是一件蠻有趣的事情 因為剛好這個時期 我的時間變多了 那我也沒有繼續再簽約健身房 那變成就是說我晚上的時間 或是我假日的時間 那我還是會找一個新的娛樂嘛 所以我就想說 那既然時間多出來了 那我們就來挑戰看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機會成為一個Youtuber這樣子 其實我是認為在現在這個社會 經營自媒體可能是一個人人都必須要學習的事情 因為好像如果沒有學習這件事 好像會跟其他的人會有一定距離的差異化 當然也並不是說一定要學習這個才是一個正常的事 因為也不可能說每個人都會稱為Youtuber對不對 可能有人會有想法但是礙於沒有時間而沒有去實踐 那有人可能是有時間但是並不知道要如何起步 那我一開始也是這樣子 那也是透過摸索嘗試以及投入一些資金成本 讓我的這個頻道慢慢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這個小地位這樣子 其實我認為我們身在一個最好的時代 不論是器具以及網路的流通性還有學習方式 這跟過去以前相比現在都算是相當的普及 你假設有哪一個部分是不知道如何經營的 可能可以透過朋友或是上網詢問一些老師 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讓自己再成長下去 而且我認為做一個Youtuber一開始最好不要投入過多的資金 就以現有的你有的器材 那我相信對大家來說不是手機就是一些小DC 如果你自己本身還有微單或是高級的攝影器具 那會是一個加分的行為 但對我而言我不太建議大家如果想要當Youtuber 一開始就投入過大的資金跟我買高級器材 那你可能會有一種得失心就是說 我投入了那麼大的資金 那為什麼我產出了影片 並沒有得到一個相當程度的回饋 那你當你這個得失心出現 大概沒有幾次你就會放棄當Youtuber 我覺得做Youtuber不單是一個人生的自我實現 也是可以透過這種方式宣達你的興趣 讓更多身邊的朋友知道就是說 你喜歡的興趣是這個樣子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拍攝是你的興趣 那這就是一件你熱愛的事情 可以透過這一件熱情一直延續你拍影片 長久下去的一個原動力 我自己經營頻道到現在還處於在一個摸索的階段 那當然我也曾經想過 我是不是該什麼時候要升級器材 什麼時候要增加自己的燈光設備等等 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應該還是你影片產出的內容 只要你產出的內容是觀眾很喜歡的 那我相信粉絲一定會對你的這些影片產生一定的回饋 那我也曾經講過我這個頻道 是不是應該要做更多元化 或是去拍攝Vlog 或是更多樣性的買相機來 然後用那種更高級的剪片來讓我的觀眾喜歡 因為我本身自己還是上班族 那也只能透過下班以及假日 來注意我拍攝這些素材 所以不可能說一個頻道要做到面面俱到 我每個都想做事情 在有限的時間下我認為這是不可能辦到的 一定要做出一些取捨 哪一些是我這個頻道必須優先去做的 那我想做的一些影片 可能可以等到未來器材添購之後 水平提升之後 再來去做給大家看 我們這個頻道在下個月也就要滿一年了 在這個過程真的很感謝粉絲 以及身邊朋友對我的幫助 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 我想我可能不一定可以一直持續日更到現在 如果沒有你們持續的肯定 我想我不一定會有一定的熱情 可以保持日更的這個狀態持續到今天 因為透過做Youtube這件事 我看到了許多新領域的可能 讓我人生添加了更多豐富的程度 希望在今年年底 我可以買到我心目中想要的微單 那透過這樣的器材升級 可以呈現更好的影片 讓我的粉絲們收看看 那我們就下一個影片見吧 Steel 哇!影片終於錄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嘗試拍攝的影片 已經有新增這個補光機具了 那我相信粉絲們的觀眾也會很好奇 那我讓大家來看看他會長什麼樣子 準備要開箱囉 噢... 噢...噢噢噢噢噢... 我有一個朋友說他非常的巨大 讓你們感受一下 烏光效果我真的不錯 不知道有沒有需要 我想在這個商品拍攝一個glob給大家看看 效果真的是不錯 每個人家人應該買一個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